好 那麼還有民眾 這是塞車受不了 廉價最後一天 您看這哪裡呢 苗栗大湖鄉抬三線 從早上九點 就是這一副景象 為什麼大家都要去採草莓 那麼包含你想要停車的 包含你想要搶車位的 大家都在這邊來較勁 草莓還沒採到 都已經快要沒有力氣了 那麼另外同樣也人很多的 則是蕎麥花海 在彰化跟臺中的交界 都能夠欣賞 看起來就像是下雪一樣 同樣的又塞人又塞車 來看今天廉價最後一天的 風景區的情況 苗栗大湖鄉 大量的車潮人潮湧入 馬路瞬間變成大型的停車場 幾乎要看不到盡頭 剛才沒有塞到 剛才有一點 剛才前面有塞到 塞很久 差不多半小時 廉價最後一天 又碰上採草莓的旺季 遊客期待來採草莓 停車場業者說 這幾天廉價 從早上一路塞到傍晚 滿滿的 滿滿的 今天特別多 今天上上塞 今天很早塞 所以沒那麼快塞 這樣子 昨天週年多 就進大湖的 小湖就塞了 檢方月孤廉價期間 每天都破萬車次來到大湖 草莓園業者則說 這波人潮就像農曆過年一樣 對啊 這裡也很多人 感覺有像過年嗎 蠻像的 就廉價本來就多那麼多人 大湖鄉的草莓 今年熟成時間點偏晚落在元旦到農曆春節期間 想採一回鮮紅玉滴的草莓還有時間 而國內還有一處 韓劇中才有的絕美祕境 不少韓劇經常出現 下起真正白雪的蕎麥花田 像是韓劇鬼怪 男女主角接吻 搭配蕎麥花海 看起來超浪漫 這樣的美景不用飛出國 在彰化也能欣賞到 放眼望去 蕎麥花盛開 朵朵的小白花 就像初雪灑落大地 絕美的花海美景 就橫跨彰化台中的烏西西畔 附近的農民說 這片蕎麥花海是市眾而已 畢竟農曆年前就會剷除掉 想欣賞這美景的民眾 記得趁早把握時機 華日新聞綜合報導